把比娃娃大家应该都见过吧 粉色的公主群 魔鬼的身材 天使的脸蛋 因为是虚拟人物 她可以被捏成最完美的形象 有不少女孩子在童年 都希望自己能成为 把比娃娃一样的公主 但在俄罗斯 有一位女孩 真的在父母金星雕刻下 活成了完美的真人把比娃娃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俄罗斯把比女孩的故事 故事的女孩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 安吉丽娜肯诺瓦 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富裕家庭 含着金刚驰的她 有着爱她的父母和一个哥哥 家里要钱有钱 要资产有资产 她的妈妈是一个巴比娃娃迷 看到六岁的女儿金发碧眼 可爱得不行 就打算把自己的女儿 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 巴比娃娃 就像故事里描述的那样 笨鸟要不然先飞 要不然就原地下个蛋 指着自己的孩子说 你给我飞 安吉丽娜从小 就被爸妈教育 成为巴比娃娃 是全世界女孩的梦想 你要像巴比一样喜欢粉色 妈妈帮你挑最像巴比的衣服 她生活的就像活生生的玩偶一样 在母亲的安排下 她的房间全是粉色调 她的衣服全都是公主裙子 她的玩具就是各种版本的巴比娃娃 甚至在家里 爸妈都会直接称呼她为巴比 就在这样的氛围下 安吉丽娜长到了14岁 开始了二次发育 为了让安吉丽娜拥有魔鬼的身材 父母真的是杀费苦心 花重机请来了私人健身教练 要求女儿每周跟着私教运动五天 每天锻炼二到三小时 重点训练 臀部和腰部 让她拥有像巴比娃娃那样的身形 高强度的锻炼 让巴比一直维系着娇嚣的体型 无论是外貌 还是从身材来看 安吉丽娜的确酷似巴比娃娃 精致的面容 超大的眼睛 她的腰围仅有51厘米 她的胸围却达到了惊人的32亿 男同胞可以理解为 每天出行 她的胸口都挂着两只母鸡 不仅是锻炼 安吉丽娜的饮食和穿着 都受到严格的管控 吃的所有东西 除了摆拍外 都必须经过教练的允许 以防吃下去的东西 会让腰围变粗 破坏了她身上的美感 粗粗一点讲 安吉丽娜只有胸部 是可以容纳脂肪的地方 不过安吉丽娜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整形手术 只有当一个人的脸 或者身体有严重缺陷时 才有必要做整形手术 她说 自己的母亲年轻时也非常漂亮 长得就像性感女星 碧基巴多 虽然遗传了母亲的较好面容 但安吉丽娜从没想过 要把自己弄成巴比娃娃的样子 她现在的一切都是父母帮她决定的 她说 自己的母亲非常喜欢 巴比娃娃苗条的身材 金色的卷发 金色的面容以及漂亮的衣服 并且敦促她朝巴比娃娃看齐 买的衣服也没有自主选择权 全都要经过妈妈的挑选 一切都要符合巴比娃娃的人设 才能够被买下装进衣柜 然后按照固定的搭配进行穿搭 安吉丽娜的人生就像是金质的真人玩偶 任由父母打扮挑选 然后再摆在大家面前任人观赏 事实也确实如此 安吉丽娜在社交平台上拥有40多万的粉丝 每次她发出照片或者写真 都能得到众多赞赏 她每天都要收到几百条来自粉丝的求爱私信 而她也要像公主一样 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回复粉丝们 要他们保持微笑 更讽刺的是 为了保证安吉丽娜像巴比娃娃一样的天真纯洁 她已经31岁了 还没有交过男朋友 每次有男士的单独约会 都必须摆上三个座位 安吉丽娜男士和安吉丽娜的妈妈 以保证天真的安吉丽娜不被坏人给欺骗 这也是为什么她到现在都没有一个重视男朋友的原因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安吉丽娜经常拍摄一些半裸的照片 但安吉丽娜的父母并不反对 安吉丽娜拍摄大尺度的写真 他们认为这是模特该有的职业操守 反而对她拍的半裸照片感到自豪 随着安吉丽娜年龄的增长 她拍的照片也越来越开放 在社交平台上的安吉丽娜除了自称网红 芭蕾舞演员外 还说自己是一位儿童心理学家 可她至今都没有办法离开父母独自生活 她虽然获得芭比娃娃一样的身材与外貌 甚至是天真纯娘的性格 却也像是了独立自主的能力 不敢离开自己的父母 不敢一个人生活 三十一四的她还在幻想自己的王子出现 带自己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与其说她是一个天真的公主 不如说她只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 父母的保护避免了她成长路上的众多风雨 却也让她坐视了面对风雨 还能完全生存的能力 安吉丽娜说 从小到大 父母把她像公主一样养大 他们就叫她公主 给她买最好的玩具 送她去最顶级的学校接受教育 并且处处保护她 安吉丽娜同时承认 父母给自己太多关注了 她只能做他们点头同意的事情 结果她一点也不能适应现实生活 更像一个活生生的玩偶 她考虑到自己应该到独立的年龄了 但她的父母坚持要和他们住在一起 她也知道 约会时妈妈在场不是一件好事情 她应该独立起来 可她就是做不到 安吉丽娜说 自己非常爱家里人 她不想让家人不安 如果她离开了他们 或者做什么违背他们意愿的事情 简直是丑闻 虽然如此 她还是对未来保持乐观 她说父母一直把她放在玻璃宫殿里养着 希望有一天她可以冲出去 开始独立的生活 永远都不嫌晚 她还对找到如意郎君充满希望 当然前提是 她的父母双双点头同意 她还在等待她的真爱 她不喜欢甜腻的滑头的男孩 她比较喜欢有男子气的男人 她的眼睛能反映出她的力量和骄傲 她也不喜欢虚荣和很在意自己长相的男人 在她心里 她未来的丈夫应该是有事业心的那种 英国《每日邮报》曾报道过这个俄罗斯巴比娃娃的故事 当时引起了读者的热议 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纷纷对报道发表自己的看法 大多对安吉丽娜的父母持批评态度 有人说 她妈妈想要的不是一个女儿 而是一件所有物 有人说 可怜的女孩 你被窃取了人生 为的又是什么呢 有人说 她很漂亮 可是她过的是多么悲惨的人生啊 还有人说 我为这个女孩感到难过 当她父母过世时 她是如此罪弱天真 又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广东卫视曾推出一档节目 你会怎么做 针对当代父母掌控孩子人生 这一任门话题进行了情景演绎 一番对话熟悉得令人窒息 当时女儿表示 老实说 可以自己填志愿表 妈妈说 开什么玩笑 当然要爸妈做决定啊 当女儿面露失落 妈妈竟然还追加一句 你人都是我生的 还能不听我的吗 如果说这对母女的对话只是设定 那么旁边的男生 则代表了广大孩子们的心声 他们不仅在女孩 问他们借笔填志愿的时候 故意破坏笔 就为了阻碍妈妈对女孩的逼迫 在事后采访中更直言 强迫孩子去抱自己不喜欢的大学 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连孩子都说得出来的道理 许多父母却听不进去 生活中硬性的干涉子女的父母 实在是太多了 即使在育儿资讯如此发达的现在 现实中仍有许多父母 认为孩子就该听自己的理所当然 但那些被父母干涉和操控的孩子 最后又活成了什么样子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 如果父母将自己的梦想 强加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那么孩子能够拥有自己的梦想吗 这个问题或许注定没有答案 但每一个像安吉丽娜一样的真实案例 都会让我们不寒而栗 陶行之曾指出 教育孩子的全部秘密在于相信孩子和解放孩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认同感和成就感 孩子也不例外 唯有以自由为土壤 以尊重为阳光 才能让孩子像树苗一样健康的生长 为人父母者尊重孩子才是爱护孩子的前提 过度的捆绑只会像蓄力的弹簧一样 等待时机挣脱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会对父母如何培养孩子的事情 有什么看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